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限天下》 这段影片我想讲一件非常搞笑的大陆新闻 我想讲讲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 大家知道了,李尚福已经失踪了差不多一个月 看来,阿福被习近平移动了已经非常清楚了,十分明确 只是暂时未公布接替阿福的人选 网上有无数KOL分析阿福落马的原因 起初人们说他可能泄漏了中共的机密,所以出事 之后坊间主流意见,就说阿福和一班军佬在习近平背后玩远对抗 未打台湾,就认定侵台一定打不赢 于是习近平就当成班人是反叛他,是中共的叛徒,于是即时移动他们 而中共起初暗示,说李尚福有贪腐 后来这个说法又停了 终于9月22日,中共的解放军部就出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特别提醒军队的干部,要淨化社交圈、生活圈和朋友圈 相当明显,这篇文章是暗示阿福,失踪真正的原因 起初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社交圈、生活圈 所谓不干净,要搞到被失踪那么大事 中共的官,平日社交圈很干净吗? 如果中共的高层社交圈、生活圈是干净的 那么副总理,兼政治局常委张高丽 涉嫌搞女网球手彭帅 这件事怎么计算 又不见张高丽有事 连中共官媒出篇文章批评 张高丽也没有 所以我就拗爆头了 都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理上福的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 不够淨化 要搞到被失踪那么大事 终于 让我突然醒起 我想到一个全世界的事实评论 KOL都想不到的原因 这个原因可能会吓大家一惊 你听完我的推理 可能有两个反应 第一个反应 是用粗口骂我 分分钟取消订阅也不奇怪 以后不听和理汉天下 有可能的 第二个反应 是你会拍案叫绝 说这样的答案 都比和理哥你猜得到的 OK 让我开股了 不过开股之前 提提大家 请你记得支持和理汉天下 请你订阅 点赞 留言 分享 记得订阅旁边的钟仔 另外 如果有广告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好了 言归正传 开股了 9月22号 解放军部那篇文章 是引述习近平 曾经提醒干部 要加强自我约束 要像西游记之中的孙悟空 用金刚棒 在自己身边画一个圈 让那些妖魔鬼怪进不来 而解放军部 亦印发军队社交行为规范 强调军队要强化自我约束 不断淨化社交圈 生活圈和朋友圈 自觉做到 交往有原则 有界限 有规矩 好了 李常福的交友圈 生活圈 有什么不干净呢 又被什么妖魔鬼怪 埋了身呢 搞到现在消失了 差不多一个月 生死未卜 我的答案是 福哥他 其实是 Gay的 说他社交圈 生活圈不干净 是指他出席了一些 中共高层 同志的活动 这些同志 是Gay的同志 而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同志 我这样说 完全没有歧视同性恋 我在香港和英国 都不知多少同性恋的朋友 还有什么年纪都有 而福哥是Gay的身份 习近平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所以 白卡皇帝 一路之下 就移动了福哥 我这个说法 当然有讲笑成份 但是如果细心点想 秦刚和李上福下马 都是非常突然的 一般人的理解 这两个人 是习近平一手提携 搭直升机上位的 理论上 习近平应该已经查清楚 他们的背景和底势 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不妥 才升他们的 我都说了 英治时代 英国政府对重要官员 也有政治审查 特别是升职 或者重要纲位调动 当时政治审查很普遍 而当时如果被发现是同性恋 相信是没得升官的 升官无望 所以没有理由秦刚 和凤凰卫视的女主播 傅晓田 有私生子 习近平是不知道的 也没有可能李上福 社交圈 生活圈有问题 习近平又不知道 但是 当我们再思考一下 我就明白了 封建皇朝 其实有一个特质 是人人都不敢译皇帝的意志 当人人看到 秦刚和李上福 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 皇帝准备捧他们上位 一般的奴才 主观上 已经认定这些大红人 高人一等 根本负责政治审查的那些调查人员 是没有胆认真去调查 这些皇帝身边的大红人 大佬 万一调查上面 出现了少少错 有一些小误会 被皇帝或那些大红人发现了 负责调查那人 停无命都可以 皇帝随时怪罪下来 就捉这些调查人员 说他们误导皇帝 令皇帝可能错失一个 可以重用的人才 真的这样都可以 所以那些调查人员 就算发现任何疑点 一定是疑点利益 归于被调查人士 因为不认真去调查 通常没什么问题 反而认真去调查 你才是极度危险 简单说 我不相信有调查人员 敢写一份报告 说李尚福是基的 调查人员敢写 他的上司也不敢 承给习近平看 直到有人举报秦刚 再加上 傅晓田也太张扬 聪明不及 到处去show off 他自己删除秦二世 秦刚就出事了 于是习近平下令 再政治审查一次 那些由他一手提拔的亲信 哈哈 今次 那些调查组就认真了 认真了 因为如果今次仍是事事弹弹 随时犯欺君之罪 所以习近平终于知道了 李尚福同志的身份 而阿福出入的地方 难道去一般的基巴吗 当然不会 当然跟中共高层同志一起活动 理论上 这班自己人 不一定是军人 可能不同的部门 也有的 总之普通人 你是打不入社交圈 打不入生活圈 所以解放军部就写明了 个别领导干部 交友不慎 是落马的重要原因 交友不慎 其实是指 同性朋友之间 有神秘的交往 因为很简单 如果阿福有涂饰的事件 有涂饰问题 就说白点 说他私生活不检点 有贪腐吗 就说他贪腐 有反党反习吗 就说他反党反习 妄议中央 如果说得清楚点 更可以警告到中共的官员 干部党员 现在李尚福65岁 大人大者 你说他交友不慎 是不是有点奇怪 阿福会认识了什么坏朋友 那些坏朋友又怎样带坏了他 所以我想来想去 Think outside the box 终于让我想到这个利奇古怪 但又好像有少少道理的解释 大家想想 古往今来 从来同性恋者 都占一定的人口比例 就正如用左手的人 亦有一定比例 历史上 曾经试过用火 去烧死那些左腰子 所谓左撇子 一样禁止不了人用左手 同样同性恋也是一样 这些是人类自然的一部分 其实大陆以前也有统计 2014年中共卫生部有统计 中国的同性恋人口 是5.38% 当年中国比现在开放 相信统计也有一定可信性 到2021年大陆的网站 支付 推算 中国人口之中 有3-5% 是同性恋者 如果以中共 9800万党员 以这样的数据 差不多一亿 大约 应该由290万 去到490万名 中共党员 是同性恋者 几百万人之中 有人做了中共高层 有人入了军队 有什么奇怪 所以中共官场有些 gay 或者 lesbian 的社交圈 是十分正常的 以英国为例 2017年的统计 650名 议员中 有45名公开出柜 而英国经济学人 也曾经利用大数据和社交媒体去分析 发现同性恋人口 是没有地域上的分别的 理论上 所有国家的同性恋比例 都是差不多的 也没有证据 会显示同性恋者 对政治 对做官 特别无兴趣 所以阿福是gay 而他有参与 中共高官的同志社交圈 不是绝对天方夜谭 未必是说得就说 OK 如果我这个搞笑的推理 那么巧是事实呢 以习近平的性格 他怎么可能接受到呢 如果习近平能够接受阿福 这个同志的身份 能够接受同志平权 中国就不用搞到现在这样 香港不用现在这么严重 搞到要夜奔分 香港不用由世界有名的金融中心 变成现在搞夜贪中心 都搞不成功 而在大陆人的认知世界 国防部长如果是gay 当然很难接受 中共日日吹的 说老解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但是如果国防部长是同志 你说习近平 是不是激到爆血管呢 所以他一知道阿福是同志 就立即将他被失踪 再等一个月之后 就在解放军部暗示 阿福交友不慎 所以下马 阿福六十多岁人 六十五岁 肯定见过大场面 有一定经历的 现在才被人说交友不慎 你猜他是屯门公园 帮阿娜娜伴舞的HAPPY BART 说开又说 HAPPY BART 已经由屯门 跳到尖东海旁 HAPPY BART的舞台梦想 又走前一步 希望HAPPY BART 你加油 快踏上红管的舞台 为国震光 东升西降 靠你 好了 讲回正题 刚刚9月26日 中共中纪委出文章 说必须将公务员工作以外的生活圈都管起来 很多地方 例如成都 都公布了 八小时外监督管理法 即是各级官员的私生活 全部都要管 大家想想在大陆 连做官都没有自由 人民韭菜人亢 想有自由 真是米洗止意 中共官场之中 男女同志 想有个社交圈 大家自由点聚一聚 恐怕以后 想都不用想 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和理看天下 在这条片下 应该有超级感谢的符号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 另外我们是Patreon Patreon的连结 亦都在这条片下 希望大家加入我们的Patreon 拜拜